南韓新型肺炎疫情擴大 本港多間旅行社取消3月底前出發的南韓團 行政會議成員林靜才表示 政府會每天檢討措施 漢泰大航假期東營油和永安相計說 取消3月中至3月底前出發的南韓團 每間公司受影響團有涉及幾百至一千人 部分旅行社說可以選轉團 保留團費6個月 或扣除手續費後退團 澳門因應南韓疫情 將當地列為疫情高法地區 今天在所有入境澳門前14天 到過南韓旅客 逮捕後需要送往位於關閘工人球場 或添擠客運碼頭的檢查站 做大約6至8小時的醫學檢查 有關措施不包括澳門居民 本港有甚麼應對呢 行政會議成員林靜才說 政府會密切留意當地情況 他呼籲打算去南韓旅遊的市民三私 特別不要去大優勢 無線電視記者 吳海薇報道 規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